3月22日下午,中国新闻社记者在此来到江苏省延城市祥水县陈嘉港镇天佳仪化工有限公司化学处冠发生爆炸事故的现场 通过航拍画面看到,爆炸事故现场已是一片废墟 在位于核心区位置,部分烧焦的灌体依然在冒着浓烟,空气中散发着强烈的刺鼻气味 当天下午2点40分,中国新闻社记者辗转来到江苏省延城市祥水县陈嘉港镇化工园区附近 记者看到,化工园类的道路布满了碎石和玻璃片 厂房等建筑早已面目全非,化工用品和包装盒也是散落一地 距离此次爆炸核心位置不足百米远的区域,依旧飘着浓烟 文讯赶来救援的长州市消防支队的消防员,向中国新闻社记者还原了救援过程 我们昨天晚上10点半左右到达了这个延城市祥水县 然后到场之后呢,我们接到的一个任务呢,是有两块 第一块是搜救,第二块呢,是把灌体它的火给扑面,去侦查 它的那个大楼啊,宿舍啊,厂区啊,就是要就是搜救,也没有被困人员 救援那时候只能通过人工的搬运方式,把我们的消防救援器材 从厂区能够一步一步一步的把它扑进去,也增加了我们救援的难度 随后,记者在现场看到 时不时也有人员来到厂区检查,登记相关信息 而此时,消防救援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但是公安、消防、电力、通信和环境监测等工作人员依旧坚守在现场 并利用无人机等其他设备监测现场的环境,防止其他次生灾害的发生 我们主要是根据我们上面的部署,然后是准备一个现场图像的一个传输 然后至于就是说具体的哪个方位,哪个具体的情况 根据上面的调度来统一的那个现场图像采集 据悉在园区内的新明核杂类、新风核杂类和新龙核杂类 不同程度的检出三绿甲丸、二绿甲丸、二绿乙丸和甲本的挥发性有机物组分 目前,地方采取封堵措施,防止园区内受物压水体进入灌河 在这边,地方采取封堵措施,防止园区内受物压力